为什么要讲满清误国三百年,看看明朝就知道了。 在中国历史上,每次时代变迁大都是进步的,对于历史上的大明王朝,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着很高的评价。 明朝虽然没有像唐朝一样有着贞贯之职,开元盛世等高级称伟,但是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,明朝都走向了封建社会的巅峰。 提起大明盛世之后的满清王朝,有的朋友肯定会讲满清误国,满清时代是中国历史的倒退,到底是不是如此如此? 那么让咱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看明朝和清朝的对比。 在耕地面积方面,就算是康干盛世时期的清朝,也比不上明末崇祯皇帝时候的水平。 再者,清朝康干盛世时候的人口,是明朝顶盛世期人口的基倍,封建社会主要是发展农业,耕地少,人口基数大, 清朝时期的老百姓,肯定要比明朝老百姓受苦了。 在文化领域上,明朝很是注重文化发展,早在明城祖朱蒂时期, 就有内阁首府等编撰了一部中国古典集大城的旷世大典永乐大典, 四大明子中的西游记、水浒传、三国演义,都是编撰在明朝时期。 到了清朝时候,清廷的文字语很严重,在文化上就有些单薄了, 在剧作上只有四大明子之一的《红楼梦》。 在军事方面,明朝很是注重军队的装备力量, 如从西洋购买红衣大炮来装配军队, 明朝时期也有着当时世界上顶级规模的战船,规模庞大的战船, 在郑和七下西洋时候就有体现,到了清朝时期, 清政府在军事方面可谓是没一点成就, 今后来的新式武器只给八旗军配备, 部队里的汉人没有配备的资格,为了巩固满清准权, 清朝历代皇帝还对军事科技发展有着严格的限制, 一直到清末才提出施仪长计以制仪的战略方针, 所以在军事上满清政府完败。 在外来人的记录上, 有的传教士是这么评价明朝的, 这里的百姓穿着精致, 善见谈吐, 很有礼貌, 这里的地大物博, 无所不有, 简直是人间天堂, 而在清朝的甘隆时期, 有的传教士却这么记录, 这里的百姓看起来很贫穷, 穿着的衣服破破烂烂, 士兵的装备也是很落后, 这可是对恳干盛事的评价, 由此可见, 在外来人的评价记录上, 清朝时期也是比不上明朝的, 从各方面看来, 满清确实是不如大明王朝, 也可以这么讲, 满清政府的无能造就了历史的倒退, 满清政府的无能, 让近代中国陷入了无限苦海, 有的人会说,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 明朝是最黑暗的王朝, 其实, 你所看到的明朝历史, 很多都是被清朝创改过的历史, 所以要正视历史, 尽可能地认清历史的真相, 期待招您的精彩评论, 想看更多精彩历史文章, 就来关注小编吧, 本文为历史之城原创文章, 转载请著名出处, 搜狐, 今日头条, UC, 喜好同步, 公众号, 历史之城,